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合作官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 本集是我們第36季 那這一季呢 是大家敲碗說 對於我們的Mill Shooting 它一個保護的間隔 那個間鋸要怎麼去 去設定 當你們遇到說需要謹慎一點的話 時間想要排比較少 遇到說 我們想要保護長久一點的檔案 就是它可能你們客戶 或者是你們使用者 他可能好幾天才會去做更動 或者是一直開機 不會關機的狀況下 我們就可以把時間調比較長 那這邊呢就來開始我們這一季 對於我們Mill Shooting的 一個保護時間的調整 好 在我們的Portal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DataCentino的Setting裡面 這邊有一個 我們可以調整間鋸的部分 那它可以針對說 我們時間來去做設定 一般來講預測是20小時 那 最少就是 4個小時到48小時 好 這部分要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沒辦法到幾分鐘幾分鐘 因為那個對於你們 PC系統也是一個很大的負荷 並且呢 它這樣子會產生說 我上一秒才去做 上一分鐘才去做個保護 那保護完之後你下一分鐘 又會覆蓋到 這樣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Range 至少是20小時 是最保守的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只要調整好 我們時間按Save 之後就完成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設定這個Mill Shooting 它的一個尖殼的功能 如果對於這個功能 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詢問我 或者是 你覺得說 你們這樣設定 適不適合 那都可以再來詢問我 那 我們 YouTube上面還有其他的教學影片 那 Basebook 也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最後 我花了幾分鐘的時間 那 我知道大家已經聽過很多次 我們ART的部分 那就像剛剛我們提到說 對什麼樣的功能 什麼樣的設定 是最適合你們的企業 就像是我們ART的主旨 我們會一起一起去面對說 未知的資安的部分 或是你產品該怎麼用去設定呢 是對於你們公司是最適當的 這都是我們ART主要的主旨 那我們團結一起去面對未來未知的問題 那 如果有任何訊趣 都可以再來詢問我 那這一季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